台灣跟巴西混血而吳亦化 明天即將回到台灣 他說非常想念 闊別將近十年的叔叔一家人 而吳家人也已經準備好 吳亦化小時候喜歡的各種東西 他的叔叔嬸嬸還特地請假 要北上桃園接機 在巴西的歡送會上 切下歡送蛋糕 十八歲的吳亦化 已經變成濃眉大眼高個兒的青少年了 他滿心期待 能與闊別十年的叔叔一家人團聚 現在一口流利葡萄文的他 為了反台探親反倒是得 惡補一下國台語 養母對於吳亦化的教育 著力很深 使他從年少的叛逆 褪變成為文職彬彬的大男孩 吳亦化預計三號晚間抵達台灣 他的叔叔與嬸嬸都特地請假 要到桃園接機 高雄切定老家的房間也已整理乾淨 家人為了迎接他做了充分的準備 吳亦化預計先返鄉 祭拜爸爸之後 北上參加公益活動 十號再返回切定與家人相聚 切定老家異化小時候的獎狀已經泛黃 依舊懸掛在牆上 在客廳看著熟職的舊合照 這次總算有機會再添上一面新照片 不但吳家親戚期待 連他小時候念的切定國小 也打算用傳統民俗陣頭迎接他返鄉 他這次的旅程預計停留 五十七天十九號返回巴西 記者綜合報導